棋友们好,我是非著名不专业解说四郎 最近有棋友说想看王天一的对局 那四郎就再喊泪奢侈一把 给大家分享一盘他的神作 本盘棋出自13年世锦赛 红方是外星人王天一 黑方是妻子大师曹元磊 这盘棋绝对让大家大饱眼福 咱们就不废话正式开讲啊 开局王天一兵器进一先人指路 曹元磊大师护腾一足 对兵人举啊 红方架中炮,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黑方屏风马 红方出狙,黑方出狙 其实这就是中炮对屏风马进三兵的布局 只不过阵型是反的 接下来红方跳边马是正招 这里黑方大多数都会选择冲边族或者补像 本局曹大师选择进炮封锁 红方就直接起横距了 黑方补像,红方足底炮 黑方在补市 这时候王天一过来捉一下炮 黑方呢没有躲炮 他平均来保 这时候红方借助阻底炮往前冲兵 黑方不能拱啊,拱了打马 那黑方就平坡对居 红方把居一吃 黑方一踩 那晃了以后这里对着兵啊 那红方把这小阻一冲 黑方又像一飞 感觉这个棋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啊 接下来红方越马盘河 下一招准备往前冲兵 冲兵这手棋呢不是为了用马踩炮 是为了用狙砍炮啊 然后用马终结 那黑方呢就提前必须锋芒 进炮给狙顶死 走到这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马踩中足 黑方踩掉红方一打 这个棋红方也是优势 但是王天一啊 他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接下来啊他就把这个阵型给拆开了 把炮往这一平 下一招准备往前冲兵 打击黑方这个马 那黑方赶快补下 那红方一看这个兵冲不了了 就先打个足吧 那么目前局面来看呢 感觉红方此地是比较活跃的啊 而黑方这边的比较呆滞 那曹文蕾大师一想 这个棋不行换子吧 他就过来对炮 这里对炮 一般人肯定就会打了 或者说让把炮放在这 用这个马生根 因为如果说你逃炮的话 那黑方肯定打底将了 那接下来就看出王天一的与众不同了 他直接平炮这个底将不要了 吓得是非常果断的 那黑方没有理由不打呀 先打相一将 红方不是 这时候黑方给马一跳 哎感觉还不错 那红方呢先补手向踩一下炮啊 黑方把炮分边 然后红方往上跳马 那么这招骑一走 黑方这个马就上不来了 那么这个局面来说呢 感觉黑方没什么骑个走了 黑方这俩马没法动 这边拉住局炮 你虽然说有个底炮 但是你孤立无援呢 也确实比较尴尬啊 当时呢 他就把局呢放在这儿 盯住红方的炮 其实这招骑呢 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 那接下来不论那红方了吗 王天一选择退炮 哎这手骑又啥意思呢 哎这是王天一呢 在寻找新的攻击点 他一会儿呢可以撑势 可以把炮平到右侧 那黑方这边呢 还是没什么骑个走 他选的落势 这手骑呢随时可以马回窝西 那红方还是按原计划称势啊 黑方还是没骑走 他冲鞭足 那么好了 一切呢都不知妥当了 王天一开始动手了 首先他先送个兵 你要是没有很深的寄错力 这手骑你都不敢走 那这个兵够合了 黑方就把兵吃了 吃完以后 红方平炮打下 你看红方这一平炮 可就来骑了 那这骑黑方怎么办呢 他落这个是不行了 这直接打马了 他落这个呢 那也不行 你看红方这里边 还有妙手呢 由于黑方左边是无根举炮啊 红方可以回马 用炮打炮 你说这招骑上哪说理去 这边打着炮 那边打着马 这里黑方顽强一点啊 只能一骑混双了 比如说七骑砍炮 那红方给鞠一踩 黑方给炮一打 只能这样走了 那换完以后呢 红方把鞠一提就行了 黑方这俩炮也杀不死 马也跳不上来 这是这么个陷阱啊 我们回到实战 这里当红方平炮打相的时候 那曹大师呢 也非等闲之辈 他也没有中这个陷阱 他选择进去捉马 但是这样走的话 黑方又丢个相啊 把相打了 打完以后 黑方吃马 红方吃炮 一个交换 那接下来 黑方回向 踩一下红方的炮 红方就进了一步 形成担子炮 而且把黑方这两匹马 顶的是死死的 那接下来啊 黑方选择退居 准备平来捉马 马一逃还要下底一将 那红方就先进去捉马 黑方此刻选择马回窝心 这也是正招 这里如果黑方跳这个马的话 那这个棋坏了 可以这么说 无解了啊 因为红方下一招可以杀相了 杀相以后 下一招准备下底方闷死他 黑方只有一招 就是平过来跟住红方的炮 但是接下来 如果红方往上一跳马 黑方还是完 你不想丢你只能说放在这了吧 那接下来 红方强行下底炮一将 黑方一吃 红方往这跳 下这卧槽无解 因为你不能跳马垫了 红方下底炮也是杀呀 哎 这里边有这么个手段 给大家讲一下啊 我们再回到实战 这里红方进去捉马 黑方马回窝心 那现在这里是没有杀棋的 但是接下来啊 王天一走出一招惊世骇俗的 马越谈膝 为啥说这招骑是妙手呢 我们看一看啊 因为这里表面上 黑方有一个 进足拱马 然后捉双炮的骑 但是这个骑一琢磨又不能这样走 因为你如果冲足 红方又来妙手了 直接凌空陷炮 现在是炮阵无止准备下底炮啊 黑方只能把炮踩掉 这时候红方可以拘砍中下 还是要下底 黑方只有一招就是上马挡炮了啊 但是也没用 红方可以一行换位 还是要下底 那么这招骑走 黑方就跟不住了 你平局的话就给你踩了 你说这骑王天一算度得多深吗 这外星人的名号真不是白叫的 那我们再看实战啊 那这里当红方惊事害俗这一跳啊 黑方就不敢冲足拱了 当时黑方选择平局 给这个马顶住 顶住以后 红方在平炮准备下底 那么由于黑方这个局顶着马呢 他不能过来捉炮了 你捉炮的话 红方也是往上跳 你都不敢吃 吃完卧槽弄死了 所以说黑方这个局还不能过来 当时呢 他就落相了啊 那落相以后红方没有着急下底 他又平了个鞭炮 准备左右开弓啊 那这马上要下底炮 黑方肯定要丢子 那黑方就先逃个马 那红方也是下底一将 黑方只能电马 那么就在此刻 红方再次尘炮 一战毙命 走到这里 黑方就认输了啊 因为红方双炮在底线 只要红方这个鞠 往中路一放 就是绝杀 这里黑方想活 只能上将 那黑方虽然说杀不死 但是可以得子 红方弃鞠杀马 黑方吃鞠 红方上马一将 然后把这个鞠抽掉啊 这个棋又多子升定了 那高手过招 别说是多一大子 就是多一个兵 这个棋都不得了 投降呢 也是明智的选择 好了 一切呢 也该归于平静了 其友们名人不说暗话 觉得精彩的 你倒是帮四郎点个赞啊 观众四郎 下期视频更加精彩 这关键时刻 弃局宝箱是什么操作啊 大家好 我是四郎 咱们继续来讲 2021高岗杯的比赛 这一盘 红方式外星人王天一 黑方式 弃子大师曹炎磊 下这盘棋之前呢 两个人战绩 都是保持不败 所以说这盘棋的 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看一下开局 第一步棋 王天一走 欠人指路 曹大师足底炮 红方补向 黑方跳边马 红方跳正马 黑方出局 现在捉着炮 红方给马一蹦 形成担子炮了 现在红方有采中组着棋 那黑方上马护住 好了 现在红方合口 这个马就不易再动了啊 你要是上马踩马 黑方一补向 也没什么棋 现场老王是起横锯 黑方先冲了足 红方平居过攻 黑方补向 红方禁居过河 他是为了给这个拐脚马让路 往下走 黑方补试 红方跳马 黑方对局 那红方就对掉了 黑方又试一条 红方平炮分边 又亮居了 这个棋一般黑方 不会上马封居啊 因为首先你封不住 红方可以把居放这啊 往前推边 再一个 你这马一跳 中足没跟了 不太合适这样走 当时曹大师没封 他是进炮到齐河 准备充足用炮打马了 打马一般红方会这样处理 平炮 如果黑方打马 红方就上马踩足 这个炮呢 就给这个马生根 而现场老王呢 来了一波弃子攻杀 首先他出局捉炮 黑方很自然的进足过河 既生根了 又可以打马 红方这里上马踩足 这不是白送吗 那黑方给马踩掉 红方再平炮打马 这里如果黑方进局保马 那就是同意了红方 弃子攻杀 红方就会这样走了 先把足冲了啊 捉黑方的炮 这个炮呢 只有两个点 要么回底线 要么放在这 不管你放在哪 接下来红方都是平炮打马 因为这个炮 是用马生根 给马打掉 这个炮也是丢 那黑方是不是只能逃炮了 无论你放在哪吧 下招红方都是冲兵过河 拱马 这是一套连招 黑方这里 不管是用向彩兵 还是用炮打兵 红方都是进炮打马 这就是红方的手段 看来老王对这个棋谱 非常的熟悉啊 这里当时红方平炮打马 黑方没有进鞠来保 这个马呢就放弃了 当时他是进鞠来捉红方的拐脚马 红方没捕事 他是窗弓而过 一会儿打完马呢 还能踩黑方的鞠 黑方这里想占点便宜 他把鞠放这了 红方进炮打马 黑方平鞠杀中兵 杀完中间的 还要杀右边这个 现在呢就是这道选择题 红方如果进兵过河呀 那黑方就吃这个兵了 一人多过河兵 现场老王是把这足吃了 黑方平炮打兵 这个炮呢不怕马踩 是弹子炮 中向呢也飞不起来 那往下进行 红方炮打鞭足 随时有下底的可能啊 由于黑方中间这个局呢 暂时不能动 你要是吃兵呢 你就看不住红方中向了 红方简单给炮一踩 这就得子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曹大师这里走的是退炮啊 离开险地 天一冲鞭兵 不让你吃 这个时候 弃子大师开始进攻了 往上跳马 王天一先补个试 黑风再往上跳 这匹马既踩着炮 又瞄准中向啊 老王一看着想对攻 那就来吧 他先沉居下底 先下底居 黑方没法落相 一会儿再下底炮 看一看有没有抽菊的棋 曹大师这时候架了个中炮 这手棋是个飞刀 演示一波 假设红方进个兵啥的啊 那黑方惊天妙手 炮击底相一将 这是闷弓 红方必须吃掉 如果用相踩 那黑方抽菊了吗 这肯定是输了 如果用马踩 那黑方就马踩中相 马上就要卧槽了 红方根本就防不住 这真不愧为气子大师 那么当黑方架中炮时 红方怎么处理的呢 他就下底炮 就是说你还打底相 我这回用马踩了 你没时间踩相啊 我这抽菊了 这红方比黑方快一招嘛 当时黑方是 把马往右边跳 挡住自己的菊 现在红方什么都抽不到 而且他还要卧槽 那时候这玩意儿 老王当时退炮来防守 那黑方又来飞刀了 平鞠捉炮 一定要瞅结实了 黑方捉炮是假 他主要是用马踩红方的马 挂脚一将 红方不得出老帅吗 然后黑方再平鞠一将 但是这个计划被老王发现了 他会围马踩黑方的鞠 现在黑方没法挂脚 没法卧槽 你要是吃炮呢 红方退鞠抽马呀 化解的可以说非常完美 现场曹大师走的是平鞠捉马 红方也不逃了 直接出老帅 你要是吃马 我退局还是能抽回来 但是曹大师又不想这样换 他平炮一将 那红方再回来 黑方再加中炮 红方再出来 这里曹大师想了又想 也没什么好奇 算了 换了吧 那天一退局一将 走到这里就是本局 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 现场黑方再次动这个式 如果说黑方多看几眼的话 他会选择一个落相 他为什么没有落呢 他是怕红方打底相一将 其实我敢说红方未必敢打底相 那你看黑方就不是 红方不是吃马吗 黑方多出一招平炮一将的棋 你这个就不太好吧了 现场老王退居抽马 曹大师是上市 就是想保这个底相 那红方给马一吃还叫杀 黑方只能城市党局了 这个室友根暂时吃不动 那红方就禁局要吃中足 黑方赶快给炮平开 你看这几手棋完全被红方牵着鼻子走 往下看啊 红方退炮要打中足 黑方没管退炮来打局 红方打足一将 黑方这里走飞龙在天 要对炮 既打着炮又打着红方的局 但是老王这个棋已经算到根了 他平炮打边足 黑方把炮打掉 红方一吃 现在双方都是单局寡炮摄像拳 但是黑方这个视像呢 不太规整 有两个出去打野下了 没回家呢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红方尽多三个兵 往下看 黑方进了一部局 要吃鞭兵 红方冲了一手 黑方捉边路这个 现在黑方有杀棋 可不能保兵啊 这样走就坏了 黑方下敌一将 上不来啊 只能电箱一砍像死了 锁后炮配合鞠 所以说曹大师这里一捉兵 红方赶快回老帅 这回呢也没有杀了 那黑方先把兵吃了 现在还剩两个 右边这个有根 不用管 红方把鞠掉到右边来 准备下敌一将 要破掉黑方的摄像拳 但是没想到黑方没管 他想保这个摄像拳 也能保住 就上市呗 但是他怕红方这个兵过河 当时他退了一部局 那红方可就起范了啊 下敌击一将 一上 把底势一载 先破掉黑方的金身 那往下走 黑方下敌击一将 红方电视 然后他把炮往右甩 这个底向也不管了 应该是准备放手一搏了 红方先把相吃了 黑方下底炮一将 红方现在没法上帅 没法动向 只能动势 这还以为黑方会炮击底势呢 当时他走的是落向踩狙 那红方打一将 黑方回底线 然后平炮一将 黑方往右侧崴降 红方退狙 这是要平过来欺负黑方的势了 黑方是这样玩的 他先退炮用狙将 这个炮呢 瞄准了边边 红方电视 黑方在退居捉炮 红方给炮一逃 黑方给边边一打 现在红方只剩一个兵了 而且这个兵呢 还不能过河 接下来老王平居 要吃黑方的势 黑方本可以上将来保住这个势 现场他平炮一将 红方平居捉炮 黑方往右躲了一步 接着红方平炮又一将 你要是动势或者逃将的话 那这个中相肯定是丢了 但是曹大师还是不甘心 他平去来捉炮 抢了一步先手 但是你这个狙呢 卡住了自己向眼呢 红方顺势过兵 给炮伸根 现在这个中相还是没根 怎么办 其实这种情况呢 黑方已经不能再保这个相了 红方这个炮 已经把黑方这个狙给锁住了 他应该赶快解套 平个老将啥的 但是当时可能时间比较紧 再一个压力比较大 曹大师这里走了一个惊天败手 就是洛相 他的想法是一会儿 飞边向彩红方的兵 但是就在此时 王天一进鞠宝炮 一招必拟 这招起走 曹大师认输了 因为接下来不管你怎么走 红方都是进兵拱居 黑方唯有气去砍炮 红方把鞠再一坐 已经是必应之期了 这为了一个像把鞠都完没了 那么好 今天这盘就到此结束 不要忘记点个赞 我是戏郎 咱们下期再见 看来老王昨天晚上睡得很香 今天状态真好 博州杯超快棋半决赛 王天一对曹炎磊 当我录制这盘棋的时候 比分已经来到12比0了 就是六战全胜 后面几盘棋 曹大师心态已经有点爆炸了 能感觉的出来 这六盘棋呢 我挑选一盘最精彩的讲一下吧 这是个闪电战 基础用是三分钟 走一步加两秒 老王只红 开局补相 曹大师充足 红方挺兵 双方正马 横拘 红方单体马 黑方补相继续摆造型 红方视角炮 上马 横拘 曹大师拘一平七 老王马三进四 黑方小拘不冲 他捉马 没毛病 那红方又进马登足 踩拘 切记 中向也在攻击范围 未来是隐患 黑方如果想把他对掉啊 可以这样走 先抬上去 然后再起拐脚马 或者说 平炮憋马腿 再跳拐脚马 实战 黑方是马八进七 就没管他 老王右拘出动 准备过兵 黑方此时禁居 红方小兵过河 不能吃丢相 他上市 准备出贴身居了 老王进左炮 点住向腰 有想法 黑方不理 先连上再说 红方倒挂金钩 炮打马 曹大师也没往深了想 他就平炮了 这步骑得比较一般 因为下一步 红方捉马 黑方还得往回跳 这也是时间紧张的缘故 正确的顺序 黑方应该是先回马 如果红方出狙 黑方可以进炮巡河 这里还可以找机会打兵 好 看实战 黑方四脚炮 红方捉马 往回跳 看一下战位 黑方现在双剑合臂 砍着抵势 红方右鞠不能抬 也就是说 黑方下一步 准备用相踩兵了 老王先补着 黑方吃掉中饼 红方右鞠巡河 他正在憋大招 曹大师没有察觉到危险 他继续双剑合臂 经过拆解 应该是马三进四 如果红方想对兵 把鞠掉过去 没门 黑方可以马四进六顶住 不仅能防还能反击 未来马踩相 吃 再吃 捉马捉炮 好 对比实战 红方进居 黑方走 双剑合臂 红方挺兵 黑方直接吃掉 红方杀过来捉马 这里黑方应该是马跳边锤 还能坚持 实战往上跳 老王弃马登向 黑方用炮打掉 红方狙杀底向 下一步就是沉底炮 黑方老将都出不来啊 赶快提居 红进炮叫杀 退居闷死 黑方无奈选的出将 如果称势的话 那红方就再来一个 下一步平居 应该说这期没得更快 当时出将 被迫形成了三把手 老王一看来货了 平炮串打 这也躲不开啊 直接弃具杀炮 红方挑了 黑方斩掉高士 不料老王凌空现居 一招 曹大师头子认输 这企业只能硬着头皮吃 黄方再抽回来 黑方称是 黄进兵狗马 这个具杀没了就没了 关键还没有攻势 被动挨打 那就没法再下了 王天特大这个晋级 应该是概率很高 很高了 好我们要看一下三加二 25分钟的实现里面 三加二限时不限盘 好我们看一下此时 第一盘是王天特大直先手 采取这个什么飞向之类的吧 很多这个提名朋友在直播之前看这个决赛了 我们今天上午是半决赛 下午是决赛 是的 这一场棋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但是目前看了这个 这个积分呢 是一边倒 但赛前的话 我们认为这两位对手应该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好我们看一下 红方现在是走冰三进一 黑方四六进五 然后红方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手段呢 是走冰九进一 这部棋也没什么作用 虽然能活通这个九路嘛 现在手要是不是要走 哇这一部棋下了真凶啊 黑方敢不敢炮八进四 跟你对攻 炮八进四他冰五进一 那我也点进去吧 拼了 拼了 因为现在你落后三盘里 没有什么可以说什么防守之类的 你现在居九平六 他就炮六平八了 他炮平四 他准备弃子吗一会儿 不可能吧 他一会儿真的是准备马三进五 也不可能啊 他最近想干什么呢 就是他黑的向得太稳了 我觉得 但这个呢 我们只是做吃瓜群众来说 按正常来说 这个其实黑方应该是 考虑一下怎么去拼命 只要合一旁 都危险 只有平六啊 拼八进五行不行 拼八进五 拼八进五挺好的下路有马 拼八平七这样 嗯 这样马上进四 我真的真的觉得他随时都要马灯动向 对 这王特可能随时他准备马灯动向 先下一个底炮 先下底炮 先下底炮 先下底炮再说啊 以后反正一有机会他就马灯动向 我还是说一有机会他连机会都不给 直接就灯动向了 你炮打他就撑你底下 再沉底 今天比较领先 王特大这番其实也放开了下了 而且这个这个气质本来就很成立 对 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 对对对对 他从前面的这个铺垫就是为了这个马灯中向 现在灯是很正常的 前面那个铺上去就是为了去灯 对就是为了 这个就很厉害了 包括炮六进六啊炮六平八 都是为了最后这个马灯东向做准备 现在灯就是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前面那个一组大紫力上去就很厉害了 这不大死鸟了 哎呀那鞠丢了他肯定输了 那鞠八平和甩过来不行 你吃是他肯定输了也行 他凶汗一点直接鞠八平和甩过来 哎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吧 直接鞠八平四他吃他去上褪饭 对对 这个气感也 哎我们 没法解说 这个对于我来说我是真的是 这个我们还在看这个气质 我也在想鞠八平二 这次是我上网架 走了个鞠八平四 刚才我又在丢鞠了 我又像昨天一样这个 摸错了 中途调子 就是把位置走错了 原来是 要交换 对原来是交换或是 那这样的话4比0 基本上可以说是 鎖定一个决赛的名额了 是的 这一会吃个像 一会吃个事 鸡少成多呀 大家好我是斯郎 这一盘出自18年全国象棋个人赛 红方是气子大师曹颜磊 黑方是外星人王天一 这两位下的每一盘棋都挺精彩的 看一下开局 第一步曹大师走先人指路 王天一足底炮 红方中炮 黑方补象 红方跳右侧的马 那左边就不管了 黑方往前冲足 红方不能拱啊 当时他飞边向 那黑方就冲足过河了 不过红方没有踩 他想抢一步出局 像这种造型 在比赛当中一般黑方都会起横距了 这个足就是不管 但是老王就冲这个足 这一子多动又如何呢 红方上马再踩足 黑方进足拱炮 红方这里是先打中足一将 黑方不是 然后再逃炮 把炮放在来骑河 也有进炮顶马的 接着 黑方跳拐脚马 踩红方的中炮 红方退了两步 然后黑方跳边马 红方进驹骑河 这是准备平来捉马了 黑方就是出局啊 那红方平去捉 黑方往左跳 红方把拐脚马往上一蹦 越过黑方这个雷 黑方平视角炮晾鞠 红方也把鞠晾了出来 黑方往回跳马 准备上马踩鞠 红方提前做防守 进了两股炮 接着红方进去捉马了啊 红方不想丢啊 马回窝西 然后黑方再走一手 炮后藏鞠 准备把这个炮平开 捉红方的马 曹大师想来个对攻 他进了一股炮 准备平炮打走打底枪 黑方进了一股炮 不让红方打 红方此时往中路跳了一步马 那这个马一走 天一往下冲足 要吃红方的边相 红方没管 他上马来踩黑方的足 黑方足不要了给相吃了啊 红方给足一踩 还踩着鞠 那黑方就退鞠吃边兵了 现在看来呢 黑方这个足呢 还是发挥作用了 红方不是上权了 往下走 红方捕着手相 黑方上马想跟红方对子 咱们算一下 如果红方踩马 黑方用炮打了 红方翻过来 黑方可以杀中兵捉红方的炮 红方进鞠宝炮 黑方进鞠吃马 吃完马还要吃中相 双方都没丢子 但是感觉黑方会好一些 老王当时跳马要退 曹大师没换啊 他是先把这个马逃开了 那黑方可就先出手了 给马踩掉 红方一冲 然后黑方往右平了两步鞠 别入红方马腿 防止他往左跳 红方弄了个霸王鞠 可能要跟黑方对子了 老王没理啊 平炮分鞭 要炮打鞭鞭 红方往上跳马 这匹马只要再跳三下 就能握曹了 黑方当时没敢打边兵 他过来捉马 红方上马瞄准黑方鞭炮 这个炮必须得躲 咱们随便走一下 如果红方给炮踩了 黑方不得飞吗 红方在进鞠捉马捉中相 这红方不就突破了吗 当时黑方就平了一步 红方这边现在马也不动了 先补个式 黑方平了一步炮 亮鞠 那红方就平炮 把这个洞头堵住 这几个子都有根 双方都吃不动啊 接下来老王冲了一步足 第一是防着一会儿 红方平炮打 再一个也是勾引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吃足啊 黑方这个炮就起来了 红方那俩炮已经不是弹子炮了 他还得应一手 红方现场没有轻语妄动啊 他是冲中兵过河 而黑方退炮到底线 现在红方已经不是弹子炮了 左边这个炮没跟 其实呢也没啥 红方可以进鞠啊 继续封锁黑方这边 但是他没有啊 他走是退炮 那这有什么区别呢 你看接下来王天一往边路跳马 这不就出去了一个吗 这个马如果再跳一下都能卧槽了 那红方赶快平炮给马按住 黑方平鞠来捉炮 红方退鞠饱炮 黑方下抵鞠一僵 红方不能电鞠啊 不然炮没了 他只能电试 这个时候老王突然炮击抵试 刚才已经丢个相了吧 这回又丢个试 黑方这个炮呢 红方现在必须吃 你不吃的话 黑方一会退炮用鞠降 马上形成双鱼错 黑方这俩不都在明面吗 那当时红方就把炮吃了 黑方也吃个炮 接着进行 红方这时候冲了一手兵 就是说黑方你拱了呀 红方就上马踩炮 主要是为了卧槽 黑方只能平炮来挡 红方再回马踩足 他是这么一个套路 那么这里当红方冲兵的时候 黑方并没有拱啊 他进了一部居 放任红方兵过河 黑方确实是过了 黑方往上跳马 现在黑方是可以卧槽一江的 红方这里走了一招 飞龙在天 什么意思 往下看就懂了 接下来黑方卧槽一江 红方垫鞠 现在这个鞠捉着马 如果红方没有走飞龙在天的话 黑方就可以这样走了 下底鞠江 不得上老帅吗 黑方可以把势一砍 但是现在不行啊 红方是可以吃马的 哎 红方飞向了 黑方底下这个鞠 没法过来 这个区别是在这啊 这里黑方卧槽一江 红方垫鞠 黑方没有下底鞠 他是往这跳马 这是个飞道 现在黑方的马 踩着红方的花心 也就是说 红方老帅没法上二楼 如果此时 黑方鞠下底一江的话 那红方只能垫鞠了吧 如果挂脚一江会怎么样呢 对没错 红方这个鞠丢了 这是个抽鞠的棋啊 红方也发现了 他是不是 现在黑方就没什么手段了 而且现在家里边不太乐观 红方有中炮 左边还有个鞠随时要下底 黑方底下这个鞠还不敢往起提 一提又死 哎 下一招黑方就回马踩红方的中炮 只要把红方这个中炮换掉 黑方就比较好走了 因为毕竟红方视像已经不全了嘛 那红方不想被换掉 平兵别中了马腿 其实这里黑方很想平去来抓中炮 但是红方呢退去来保 那黑方就把这个顺序变了一下 他先把炮放这儿 再捉炮 红方就没法保了 曹大师一看 这全奔我中炮下手啊 不行算了吧 当时他就把鞠放这来捉黑方的马 他本以为黑方会平过来抓中炮啊 是个交换啥的 但是老王又变招了 这玩意儿你说谁能猜透啊 现场他是下底鞠一将 红方这个鞠没动 他是垫的尸 现在还捉着马 黑方往上跳 这是要卧槽了 那红方退鞠来防守 现在没法奔槽了 黑方又换套路了啊 退了三步鞠 这是要平鞠一将 要吃红方的中炮 好了 现在就是关键之处啊 红方当时为了不让黑方打将 他选择一个平兵 其实还不是说逃中炮 保住这俩兵呢 那这样选择 黑方就把兵踩了 白丢一个 现在还踩着炮 红方又平兵拱马 黑方回马踩鞠 红方平鞠捉马 那你看不还是漏气了吗 黑方平鞠一将 红方还不能垫鞠 刚好是马脚 这里他是出老帅了 那红方吃炮 黑方吃马 你看这一番折腾 中炮还是没保住 而且丢了一个兵 现在又轮到黑方了 老王经过敏锐的观察力 看见红方这个拘兵老帅 在一条线上 那他就走了一招退炮 要平炮拉住一串 红方现在老帅不能回中间呢 这个拘也不能动 不然黑方还是能平炮一将 他只能动兵 当时是往左平拱下黑方的鞠 黑方吃兵呢 是一点问题没有 王提一这里是平鞠捉马 这个马现在被双重打击 只能逃开 那黑方得下底鞠一将 红方躲开 黑方禁鞠砍相 杀完相还有杀士 红方也是放弃这个事了 往前冲兵 黑方不给他飞走了 那红方就禁鞠抓炮 黑方没逃 平鞠捉马 想来个交换 红方不换 往中路跳 保住抵士 黑方也把炮逃开了 其实现在呢 曹大师很想对鞠啊 但是没有资格 因为黑方吃鞠 红方采鞠 黑方可以退鞠一将啊 这个马还保不住 那红方想对鞠怎么办呢 他进了两步 黑方就当没看见 往左平了两步炮 红方还来对鞠 这里老王给吃了 其实可以不吃 黑方只要把鞠往右平 就是双鞠错了 红方想起啊 只能说把鞠放这儿 跟黑方对鞠 但是黑方可以鞠占王位啊 就是说现在 红方这个老帅啊 不能回中间了 黑方怎么杀呢 他是平鞠江这样杀 这不是双江吗 垫什么吃什么 这里当曹大师过来对鞠的时候 老王直接吃了啊 并没有甩鞠 红方把鞠踩了 黑方没有砍尸 他是退鞠来抓中兵 这个兵肯定是没救了 你往底线冲 黑方用向飞也行 或者说平鞠江 再平鞠江也能带走 这里曹大师没管这个兵 他选择一个平鞠 最后王天一来个鞠炮双江 一招毙命 这兆头一将 曹大师就认输了 因为红方只能躲 黑方把兵吃了又是一将 首先垫马的话 那黑方就平炮打马 这个马肯定是死了 你用鞠宝的话 这不抽鞠了吗 这是第一种 红方垫马的变化 第二种 红方老吹往右走 往右黑方就称势啊 这个落势也行 现在平鞠一将就死了 怎么解 这不是白脸杀吗 红方只能说垫马了 黑方给马一吃得死了 如果说电视的话 那么还是抽鞠嘛 平鞠一将 这个不用演示了啊 往右肯定不行的 最顽强的是往左啊 往左黑方可以先捉一下马 这匹马比较顽强的走法 是往这跳 放这呢还能防守一下 你要往别的地方跳死更快 那咱们黑方就平炮 红方也没什么骑走 他就退居吧 咱们黑方有两种方法都能取胜啊 第一种是平鞠来捉死马 这个马肯定是没点了 它不能放在老筷前面啊 有炮呢 这种属于多子圣定 第二种 咱们可以称势 亮出老将 红方这边也确实没什么棋 你这个势不敢动啊 你一动也砍了 即将助攻嘛 这里就当红方狗狗边兵吧 咱们平鞠一将 它只能垫马了 好了 这个造型 四郎有一种方法 能让红方崩溃 就是咱们直接进炮打马 红方如果说这个马丢了 我不管了 那就算了 咱们多子圣定 如果说它吃炮 那咱们也吃 它再一吃 接下来咱们就进鞭足 黑方走个贤骑 咱们进足过河 然后把红方鞭路这个兵给它干掉 虽说这个速度比较慢 但是侮辱性极巧 那么好 今天这盘就这样 我是四郎 咱们下期再见